依旧是来自奥克兰地区那条资讯 由于奥克兰议会经费紧张 未来可能我们部分的居民 要自行来修剪公共部分的草地了 政府议员表示 奥克兰地区的居民 应该为自己的社区争光 自觉维护居住范围的草坪 罗德尼议员 潘尼说 由于预算吃紧 政府无法承担全区内 耗资1200万到1500万的草坪修剪工作 在奥克兰城区的人 在抱怨的同时 其他地区的居民 却没有表现出大惊小怪的失望情绪 自7月起 议会投票通过 不为老城区道路进行割草 节省了300万纽币 普提克帕帕当地委员会成员 皮特说 莫德罗斯科地区 因为杂草丛生 看上去破旧不堪 伊丹·埃尔博地区委员会主席 皮特称 董事会反对削减 他称 这300万可以很容易地 在耗资1200万的 Holly Trinity教堂修建中 节省出来 市长林布朗 是不修剪草坪政策的支持者 而他主要的右翼对手 John Paulino承诺 将恢复割草服务 要拨出更多的资金 给地方议会 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该服务 相关议员表示 那些对割草 存在确实困难的人士 应该向交通部门寻求帮助